10月23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你好我是佳蓁 新闻开始来关注国内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国内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暴增了10宗 创下单日死亡人数新高 至今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达到了214宗 而今天也新增了710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在下午突然告知 取消原定于下午5点30分召开的立场记者会 改以发文告指出 今天的死亡病例大多来自沙巴 最年轻的死者33岁 最年长的死者为77岁 大部分同样患有其他慢性疾病 今天的新增710宗病例中 沙巴依然占多数 多达528宗 其次为史兰儿州的62宗 他说沙巴今天新增病例 占了国内新增病例的74.4% 巴生谷新增的病例则是占了10.3% 其中大约一半都是来自现有感染群 此外国内今天新增了三个感染群 这三个感染群分别位于沙巴 横跨雪州和吉隆坡 以及横跨雪州和森美兰 接下来看一则下午的突发消息报道 由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今天主持的内阁 特别会议中 被指有商讨向国家元首建议 颁布应对新冠疫情的紧急状态 既在经济和商业活动及政府机关照跑下 以让国会事务停摆 让慕尤丁把所有精神和专注力 应对日欲恶化的新冠疫情 同时不会有任何戒严或宵禁 根据本报接获的消息透露 这项紧急状态有助慕尤丁克服目前的政治不稳定 并避免国会下议院在即将来临的会议出现更多矛盾 而中国报也叹息 这种有条件的新冠疫情紧急状态 有别于1969年 国家因为政治动乱而实施的紧急状态 既主要不召开国会 包括展延国会原定在下个月2号复会的会议 以及6号提成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 在这种紧急状态下 只有国会事务停摆 至于经济活动和政府公务还是如常运作 慕尤丁今早是在首相署 主持为13个小时的内阁特别会议 内阁会议全程没有讨论解散国会 或改组内阁的课题 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人民受处遵守SOP 而警方也会严厉执法 对付为例的民众 马六甲一名工厂保安人员到油站天油时 就因为没有佩戴口罩 而当场被警员逮个正着 接获1000令吉罚单 马六甲警方在官方面子书发文告说 马六甲警察在五级波浪一带展开取缔行动 发现一名印裔男子在油站天油时没戴口罩 违反2020年防范及控制传染病条例 遭罚款1000令吉 他说马六甲警方从5月19号至10月21号 已经针对违反上诉条例事项 发出了1457张罚单 对于什么地方必须佩戴口罩 有些民众还是感到混淆 国家安全理事会今天在官方网站 列明规定民众必须戴上口罩的14个公共场合 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这些地方包括清真寺和祈祷室 非伊斯兰宗教场所 社交活动 搭乘公共交通 动物园 学校巴士 运动和休闲场所 医院和诊所 零售商店及理发店等等 来关心社会新闻 网上流传视频和照片 指雪兰儿斯拉央区某组屋有居民 因为确诊新冠肺炎而死亡 经查证后发现 原来是显都某组屋 一名住户在住家逝世 邻居致电通知救护车前来处理 造成疫情阴影下虚惊异常 根据网传的视频和照片指 靠近斯拉央NSK组屋有居民 因为确诊新冠肺炎而死亡 也有数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 前来抬走尸体 随后有居民留言指 该事件发生在显都某座祖屋 死者在住家逝世三天发出异味 所以邻居致电救援单位 并非新冠肺炎确诊案例 弥漫了附近数公里 根据消整局报告 最先起火燃烧的家具店 火事一发不可收拾 将家具厂及一间临时办公室 完全烧毁 同时火事也蔓延到隔壁单位 将一栋共五个单位的 临时双程商店烧毁约70% 所幸这场火灾没有酿成人命伤亡 失火原因及损失仍然在调查中 换个焦点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于9月22号从沙巴助选返回后 居家隔离期还没结束前 也就是本月4号 就出外巡视世毛月盒 遭到网民抨击 针对此事 伍基阿曼刑事调查局副总监 米奥法例就指出 警方将根据1988年 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条文 向事件的证人入口供并开档调查 根据了解 当时作为雪兰儿和支流的共和遭到污染 导致四座绿水站战停操作 造成巴生骨超过百万用户家庭 在无预警下 面对长达数天的断水之苦 柔佛新山一对网红夫妻党Jeff和Indira 一遭相纵敲诈案件有了新的进展 警方昨天宣布 逮捕涉案的6名大尔龙 不过大尔龙并没有善罢甘休 继续发送多则恐吓短讯给侍族Jeff 甚至还将他母亲的照片制成一照 还动言这只是开始 让侍族心力交瘁 Jeff和Indira今天在马华巴西古当 公共与投诉局主任林道祥 以及副主任洪敦吉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感谢警方行动迅速外 也希望警方揪出真正的幕后首脑 现在我们是人家找我麻烦 而不是我去借钱的 然后我活该这样子做 这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 而且母亲本身是完全没有做担保人的 这些日子我们真的心里焦脆了 我用我的脸上的青春痘的那个痘素 就知道我到底有多幸远 Jeff的母亲声明 他身为合格专业的会计师 深知做担保人的严重后果 澄清有始至终 并没有替人担保借钱 并在记者会展示多项文 评和证书 证明自己的专业身份 另外Jeff也指出 从事情发生至今 他并没有回复对方的讯息 这段时间他和妻子心力交瘁 但他们不会向大耳窿低头 一切交由警方调查 槟城大山脚一名失业妇女 在半年前 在社交媒体悟性网友 以为可以通过绑定信用卡 来解开已被封锁的微信 结果被盗刷于1500令吉 而他在半年后 又再次误罪电话诈骗陷阱 被骗走了2500令吉 两次的昂贵教训 提醒人们要警惕骗局 41岁氏祖黄芳林 今天在槟城前进党 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王松福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声称 他的微信在今年2月时被封锁 一名认识一年多的网友 表示可以协助解锁 并要求氏祖提供信用卡密码 及序列号码 结果他误信网友 前后被转账了9次 总速1500令吉 在发现被骗以后 他已经致电要求冻结信用卡 目前卡在加利息 已经累计1756令吉 接着他在8月1号 接获一名男子通过WhatsApp来电 通知赢得88888令吉的奖金 在对方诱导级要求下 他两次提供银行一次性密码给对方 涉及款项分别是2000令吉及500令吉 直到第三次接获银行 传来的一次性密码时 他才开始有了警惕 立即致电要求冻结信用卡 同一天也到警局报案 接着来看国际新闻 泰国曼谷市郊一条天然气管 在本月22号发生爆炸 造成3人死亡 以及与50人受伤 事故现场附近 数十栋的房屋和20多辆汽车也受波及 爆炸的具体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 导致该起爆炸的原因 怀疑是一台挖掘机未经许可 在天然气管附近施工 导致天然气泄漏而引发 爆炸发生时 烈焰浓烟冲天 一公里外也可以看见 事发后 有40至50辆消防车赶底现场 耗时一个多小时才把大火扑灭 爆炸也导致附近一些房屋被火焰吞没 居民慌张逃命 另外 附近还有一所小学的师生 被爆炸声和熊熊火焰吓坏而奔离校园 国际疫情方面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法国总理卡斯泰宣布 从当地时间星期五临时开始 进一步扩大宵禁范围 至另外38个地区 以及法属玻利尼西亚 全国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受到影响 法国星期三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再创新高为41622宗 目前确诊总数已经超过95万7000宗 有34000多条人命被夺走 把镜头转到美国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为美国制药吉利德科学公司的 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开了绿灯 获准用于治疗新冠肺炎住院患者 成为美国第一种 也是唯一一种获准用于该疾病的药物 其实该局早在5月已经先批准 瑞德西韦可用于紧急治疗 该通过静脉注射的抗病毒药物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冠肺炎时 所使用的药物之一 至于疫苗方面 特朗普对年底前至少能有一支疫苗上市 保持乐观 他说原先的疫情模型指出 会有220万名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 因此他采取了防治措施 包括限制与全球庞大经济体中国来往 如今死亡率已经下降 并强调政府在抵抗疫情上非常努力 疫苗也预计在几个星期内可以问世 尽管美国疫情严峻 但美国大选依然如期在11月3号举行 根据美国选举计划最新资料 已经有逾4700万美国选民投下选票 超越2016年大选提前投票的总人数 拜登在全国民调领先特朗普 不过关键摇摆州民调 则显示两人的选情焦灼 白宫发言人迪尔指出 特朗普计划在本周末走访佛罗里达州时 提前投下美国总统大选选票 接着来关心下周的最新油价 每个月的最新油价 ыс muscle 确 达州